谁说语言不通,哪儿不动,越南妹子 大家好,我是越南小张 今天我的一个中国朋友 他来越南,一个月不到 就找到了他的真爱 哇,我第一听都是大吃一惊 后来了解到 他们来去约会的时候 竟然用手机的翻译 这样子的,我认为挺好的 但是如果你会一点点一点点的越南语 那么这样会让越南女孩子 会感觉非常的开心 好的,那么今天加几个词 你尽管从来没有学到越南语 也可以说得到 第一,为了引起越南的妹妹的注意力 那么应该教她 妹妹 Em ơi, em ơi 请她去吃饭 去吃饭 đi ăn cơm đi ăn cơm 或者去喝咖啡 đi uống 咖啡 因为中文语的词非常 中文语的词 中文语的词 那么应该用于 去观察 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什么 喜欢吗 ngon không 喜欢吗 có thích không 如果中国朋友 不客气 không có gì 对 对 对 不起 xin lỗi xin lỗi 跟着我读 要 他的口型也要对的 不然的话 别人听不懂你 就尴尬了哟 好的 那么 大家有没有想学习越南语的 也不用学 就像我的朋友 一句越南语不会 现在他竟然可以跟我说 ăn cơm 就是吃饭的 ăn cơm 那么你们也可以的哟 好的 我是越南小张 如果大家喜欢我 喜欢越南 那么不要忘了 跟小张点个小爱心哟 我是越南小张 在越南 等你们 越南 欢迎你